大家好 首先我們先由衛星圖來看一下目前位在西北太平洋 兩個熱帶勞動的一個現況 首先呢是在 廣東的一個海面目前 在今天上午8點的時候有增強為今年第7號的輕度颱風查帕卡 不過它的移動路徑大致上是會緩慢的朝 廣東的一個 陸地移動 然後之後會有移出來的現象 短時間內其實對於台灣的天氣還不會有直接的影響 而至於另外一個就是大家比較關心的是今年的第6號輕度颱風煙花 目前距離台灣的東方大概是10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 未來的移動路徑 它是從明天開始就會比較偏西的角度 朝著台灣的北部海面靠近 那預估它未來的一個移動路徑上 其實在大氣及海洋的條件 都是有利於這個颱風持續發展 所以預估煙花颱風它的強度會增強到中度颱風 暴風範圍也是會有逐漸擴大的趨勢 那接著 由 颱風的一個潛勢預報圖來大致說明一下 煙花颱風對於台灣天氣的影響 我們由路徑的預測圖大致是可以看到 從明天開始 颱風基本上就是一個偏西的角度 朝著台灣的北部海面前進 預估在明後兩天 一直到22號 大致會逐漸通過琉球 全島的海面 到了周五周六 也就是23 24號 會逐漸的到達台灣的一個北部海面的位置 以對台灣的天氣影響的部分的話 其實從明後兩天開始 隨著颱風再逐漸的接近 就有一些颱風的一個外環流 開始影響到台灣的天氣 預估明後兩天 在迎風面的北部跟東北部地區 開始會有短暫的震雨或雷雨發生 而其他地區大致上還是會以 午後的一個雷震雨型態為主 比較偏向在山區 可能會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 而清晨到上午 其實在中南部地區 也會有一些零星降雨的現象 相對的 從22號到24號 也就是 週四到週六這段時間 會是颱風相對於台灣 較接近的一個時候 到時候就會受到 煙花颱風本身 以及它的外圍環流影響 台灣各地都會有一些 局部短暫的震雨或雷雨的現象 那以目前的這個路徑來說的話 北部跟東北部因為相對於台灣 所以颱風會比較接近一些 所以在雨勢會更為的明顯 可能是有局部發生的一個機率情形 但是還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從 22號之後 其實在颱風路徑的不確定性 還是比較大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颱風 北邊還是有個太平洋高壓的一個強度 它是一個關鍵的現象 如果太平洋高壓的一個強度有比較偏弱一些 颱風的路徑會比較偏北 那如果颱風 太平洋高壓的強度 有比較偏 強一點的話 颱風的路徑也會比較偏南 會再靠近台灣陸地一些 除此之外呢 其實煙花颱風是會在一個 大抵押帶的環流裡面 所以 在這大抵押帶環流裡面 可能還是會有一些熱帶勞動 持續發展起來 也會間接的影響到 這個 煙花颱風的一個動態部分 所以它的一個 導引氣流在未來 尤其是22號之後 還是比較複雜的情形 變動性會比較大一些 也請大家要持續的關注 關於煙花颱風的一個最新動態 如果照著目前官方的這一條路徑來說的話 目前看起來呢 隨著它逐漸的接近到北部海面 預估可能在周三的下半天開始 所以快有機會發布到海上警報 到了周四這一天 也會隨著它的路徑在逐漸靠近 也有機會發布 陸上警報的情形 這邊是煙花颱風 左邊是查帕凱海風 它未來的一個 路徑預測的情形 是否會發生特别 效應期 它的一個條件 還是會 要一些先決的條件存在 首先是查帕凱海風 它會逐漸緩慢的移動到 廣東的陸地上 所以它的強度 是有可能在接近陸地之後 減弱的一個情形 然後之後再回到海上 開始重整它的一個結構 所以首先呢 是查帕凱海風 它的一個強度 要能夠維持 大概颱風的一個強度部分 那接下來就是 到時候 查帕凱海風 跟煙花颱風 他們一個相對位置的距離 就會決定 這兩個颱風是否會有 相互牽引的一個作用存在 所以這部分其實不確定性 還是有比較大的 也請大家持續 關注氣象局 所發布的 颱風資訊